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于,莫里斯稳定到恐怖的中投,才是终结广东王朝的关键 而马波里不过是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 从上个赛季开始,是在重建的卫星队,就开始对队内人员进行整顿 首当其冲的是主教练米陆类名声暗将 被剥夺了主教练的职务 接着北京篮球的旗帜马波里被抛弃 对内功臣莫里斯被头衔制伞 除了功勋万元外 北京本土一哥孙岳暴雨俱乐部发生矛盾 孙岳无缘CBA联赛 北京首钢队彻底进入重建时代 莫里斯在北京队夺冠的那几个赛季是开心愉快的 但上个赛季,莫里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哈姆尔顿取代 北京首钢队并未与莫里斯解约 反而是重建养着莫里斯 这从一般人看来,仿佛是一件美差 不用上场打球 白白领着步,飞得工资,多好啊 但对于一个有追求的职业运动员来说 这其实是最大的讽刺 相信莫里斯上一赛季必定是非常郁闷的 对于在一个俱乐部带了五个赛季 虽然有一个赛季没打 拿到了三个总冠军 要说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话 那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但莫里斯却冷清描淡写的说出那番话 个人觉得莫里斯应该是对北京队死心了 毕竟,很多熟人都离开了 你觉得呢?